第八百四十八集 一个戒王死在我手中 此时的林明依旧气血翻涌 没有从刚才的狂猛撞击中回复过来 这是林明杀死的第一个戒王 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用不了多久 他就要面对下一个戒王了 那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周 周老 在惨死的周大先生身前不远处 先前那个因为身体多处被洞穿而摔在地上 侥幸苟延残喘一会儿的半步戒王 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 两只眼睛完全呆滞了 当他看到林明挡下周大先生权力一击的那一刻 他只感觉仿佛做梦一般 狂猛的能量对撞下 林明和周大先生同时飞了出去 可林明避开了一切杀人的黑色神光 可周大先生却分身碎骨 这林明 是恶魔 这是那个圣君敬武者最后一个念头 在周大先生粉身碎骨后的一夕时间之内 108铁甲阴兵冲上祭坛 将此人乱刀 斩成肉酱 至此周大先生所带领的小队全部阵亡 而林明却没有松懈一点 他看向那108个铁甲阴兵 哗啦 铁甲阴兵杀死最后一个圣族武者后 齐齐队的林明举起了兵器 林明心神意紧 慢慢后退 可108个铁甲阴兵却步步相逼 这种情况 林明一开始有所预料 他可以每一步都踏在黑石祭坛的生枝道文上 避开那可怕的黑光 可对铁甲阴兵不一样 他们一旦激活 会不会对自己出手 很难说 为了把危险降到最低 从一开始 林明就没有出手打扰青王座白起的长眠 而是用大量的嘴炮来激怒周大先生 否则只是想激发这里的绝杀大阵的话 林明根本犯不着用什么激将法 直接自己出手就行了 铁甲阴兵一步步靠近 林明屏住呼吸 手心背后全是汗 修罗天道 万魔生死轮 林明双手平伸 在他面前浮现出一道鲜红的轮盘 轮盘上文刻着众多的恶魔和修罗虚仰 这些文刻 与神兽牧种大阵身处青铜骨关表面的文刻 类似充满着杀戮和血腥 所谓万魔生死轮 就是一万个恶魔所经历的万世生死轮回 把这些恶魔的万世轮回之苦 轮回之恶 犯些罪孽 所受天罚 全都文刻在一轮道徒上 凝聚无穷的魔性力量 这是一套攻防一体的招式 然而林明此时 用出万魔生死轮来 当然不是为了攻击或者防御 他可深知自己的力量 根本就不可能是眼前108铁甲阴兵的对手 哪怕躲进混元天宫中面对着绝杀大阵持续攻击 混元天宫也迟早会能量耗尽 到时候依旧死路一条 林明唯一的生路就是用修罗天道的力量得到清王座白起墓中打阵的认可 万魔生死轮缓缓旋转 在这股宏大魔性力量出现的一瞬间 这108个铁甲阴兵身子猛的一僵 手中的兵器也缓和下来 他们眼中依旧闪烁着红光 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林明手中的万魔生死轮上 这108个铁甲阴兵生前就是魔 他们对万魔生死轮面前只有一种天生的敬畏 林明屏住呼吸 一动不动 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凡人面对一百头猛虎一般 一个不慎就是尸骨无存 这样的僵持持续了十几夕的时间 这些时间对林明而言仿佛无比漫长 就在这时 黑石祭坛射出一道道黑光 每一道黑光都射中一个铁甲阴兵 被射中的铁甲阴兵身子一僵 重新化成黑石雕塑 只是一会儿功夫 108铁甲阴兵全部变回雕塑 注立在黑石祭坛周围 原本封闭的空间裂缝 也重新打开 只是这108个铁甲阴兵的位置 相较之前发生了改变 眼中的红光也没有散去 这意味着 这绝杀大阵依旧处于开气状态 再是安全了 林明长出一口气 身上全是汗水 面对触手可及的死亡 那种压力不是一般大 脚踩生枝道文 林明走出了黑石祭坛 以黑盐焚毁了地上的碎肉和血迹 接下来林明又将所有的战斗痕迹都处理干净 收起了周大先生掉落的须眯戒和宝物 而后他就如同幽灵一般悄无声息 推回大阵阴影中潜伏下来 他就如同一头躲在黑暗中的狼等待着礼物 混元天宫被他召唤了出来 这座天宫中蕴含时空法则可大可小 此时的混元天宫只有桌子那么大 混元天宫同样位于黑石祭坛生枝道文上 林明身影一动 没入其中 一进混元天宫 林明全身就松懈下来 他立刻吞服了一枚丹药 开始打坐调心 他深知刚才那一战就是开胃菜 他还要面对接下来的战斗 尤其那个天明子诚服极深 让林明十分记忆的 面对天明子 他必须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一柱向后 打坐中的林明睁开了双眼 他看到小魔仙正坐在自己不远处 之前小魔仙进入林明的体内世界 也在混元天宫中 此时的小魔仙背靠一背 两条笔直的长腿伸出来 随意搭在一方石台上 大腿雪白紧绷 看上去充满青春活力 看不出来呀 你还会用这招 小魔仙嘻嘻一笑 一时间是春意荡漾 他说的是当时站在黑石祭坛上 不断嘲讽拉仇恨的林明 跟平时林明这形象反差太大 哎呦 行事所逼啊 林明苦笑一声道 嗯 演得不错 小魔仙从石椅上跳下来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呀 等 林明也没有更好办法 白起坟墓 这是一处大凶之地不错 不过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非常凶险 眼前的黑石祭坛很有可能就是白起的葬身处 如果白起的尸身真的安葬在这的话 那这个黑石祭坛无疑是整个坟墓中最重要 也是最凶险的地方 在这里守株待兔是最明智 也是最安全的做法 这里的绝杀阵可以识别我的万魔生死轮 而且108铁甲阴兵也不是天明子能对付得了的 在这里我占据了一切的主动 只有一点 我很担心啊 林明说话间微微醋眉 你担心什么呀 我担心天明子还有什么底牌或者在算计什么 我们二人从王四谷中出来的时候就踏入了天明子部下的追踪阵法中 身上被他落下的追踪印记 白起坟墓外围并不算凶险 按理说以天明子的实力应该已经追到我们了 那样的话 第一个发现我们的就不会是这个姓周的老头 而应该是天明子才是 除了这个天明子外 还有那个弟子纳奇 他竟是没有跟这个周姓老者在一块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他没进混沌牢狱 要么在他身边还有一个更强的人守护他 这个人可能是天明子 也可能另有其人 在林明看来 弟子纳奇无疑是圣族以行人中最重要的角色 按理说呢 弟子纳奇应该受到最严密的保护 天明子是大界界王 实力比周大先生强 然而他毕竟不是圣族 所谓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以圣族的高傲和猜忌之心 弟子纳奇多半不会寻求天明子的庇护 而是会跟着周大先生 可他没这么做 这就让林明起疑心了 他很担心 他进入王死谷的这些年 弟子纳奇又找到了更强的帮手 林明正想着 就在这时 他留在黑石祭坛空间外面的警戒大阵 又一次被触碰 而且这一次 他的警戒大阵直接被破掉了 这让林明心中一灵 有人来了 而且显然比之前的周大先生 这更强 此时 在白起墓中之外 四个圣族舞者悬浮在黑色的无尽星空中 这四个人当中 赫然便有弟子纳奇 其余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随同弟子纳奇的蛮游 还有两个人 都是身穿灰色斗篷 全身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看起来神秘而危险 这两个灰衣人 隐隐的以一人为首 而此人正是纳奇请来的灰沙先生 灰沙也是圣族出身 当年造化圣皇坐下第一弟子有恩于他 如今纳奇请他来帮忙 等于是还上当年欠下的人情 灰沙先生果然感知敏锐 这么隐蔽的警戒法阵竟然也能轻易发现 弟子纳奇由衷的赞赏 他刚才浑然不知道已经踏入一方警戒阵法中 哪怕灰沙先生提醒他也没有找到阵法所在 直到灰沙把警戒阵法破除 他才得意发觉 这警戒阵法该不会是林明这小子布写的吧 弟子纳奇摸了摸下巴 如果林明身处前方某一空间布写警戒阵法 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好决定偷袭或者逃跑 这倒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纳奇不太相信 林明的阵法造诣会达到这种程度 布写的警戒阵法 自己完全无法察觉也就罢了 再被灰沙提醒了 他却还是发现不了 这差距就太大了 他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比林明稍差 可绝对不会承认差到这种程度 灰沙微微沉吟 用低沉冰冷的声音道 应该不是他 这境界阵法与此处绝杀之地的其他阵法 同出一脉 道文阵服极为相似 不像处自一个小辈子手 林明布写阵法的时候 确实加入了修罗天道的专属道文 这也是弟子纳奇包括之前的周大先生 都没能察觉到警戒阵法的原因 原来如此 如果是这片绝杀之地原本的阵法的话 我发现不了 倒也正常 弟子纳奇心中了然 感觉这个说法倒是合情合理 他笑道 还是灰沙先生厉害啊 这一路上的凶险 就没有什么能奈何得了灰沙先生 对灰沙先生而言 所谓的绝杀之地 也不过是一场历险游戏罢了 也许连历险二字都当不上了 弟子纳奇哈哈大笑 他身边的蛮游也跟着附和 殿下说的对啊 这藏神领虽然凶险 可以分对什么人啊 以灰沙先生实力 出入这里很轻松的 对二人的恭维 灰沙只是微微一笑 他个人实力已经是半步天尊 再加上这些年 他对古镇也有些研究 对这藏神领绝杀之地 他并没有太多忌惮 虽不说出入自如吧 但只要小心一些 就断然不至于遇到什么危险才是 当年圣皇座下弟子圣岳天尊 有恩于我 今天祝你们击杀圣族未来的祸害 也算是还上这份人情 带路破阵什么的 老夫倒是在行 这藏神领中也只有王死谷 老夫有些记忆的 其余地方对老夫而言都算不得什么 就算这王死谷 带老夫踏破天尊之后 也要进入一关的 灰沙的言语虽然平淡 可却充斥着一股极度的自信 他确实早就想去王死谷了 哈哈哈哈 灰沙先生说的是啊 我看到王死谷的传闻 有太多夸大之处了 哎 那个叫林明的小子 还不是平安进入王死谷 有平安归来 我觉得这王死谷 也不过如此 弟子纳其哼了一声说道 对林明能安全往返王死谷 成为百亿年来第一人 他心中极为不服 下意识就要贬低林明 灰沙先生冷笑一声说道 王死谷 确实凶险 你们说林明从王死谷中平安归来 我确实不信 啊 弟子纳其愣了一下 这是天明子亲眼所见 他没有理由撒谎吧 这也未必 灰沙先生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之色 而听为虚 眼见为师 说一个神变奇的小子 能够破了天尊都会陨落的王死谷大阵 成为百亿年来第一人 任谁都会不信 何况灰沙很早以前 就对王死谷有很多研究 这王死谷确实陨落过天尊 对林明一个小辈 能破王死谷这么荒谬的事 灰沙就算亲眼所见 也会怀疑真假 何况只是道听途说呀 要么天明子所言不实 要么林明其实根本没进入王死谷 只是用了障眼法而已 灰沙先生肯定的说道 那急一听 也觉得极有可能 当时除了天明子之外 谁也没有亲眼目睹 林明飞入王死谷 后来林明从王死谷里出来 他们也没亲眼看到 只是听说了才赶过来的 谁知道林明是不是真在王死谷里走了一圈啊 旁观者清 灰沙先生说的对啊 之前我太轻信别人了 主要是前日式里以为林明有大气运加身 似乎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都不足为奇 所以就那么信了 纳其微微皱眉说道 他现在觉得自己之前直接相信天明子化的做法 有欠考虑 倒不是他觉得天明子有意欺骗他 而是如灰沙所说 林明以神变其修为平安出入百亿年的未曾有人走出过的王死谷 本身这个说法就让人难以相信呢 纳其感觉自己之前被林明打得没信心了 结果林明创造什么奇迹他都下意识认为这是真的 这种想法等于是他还没和林明打 就在心眼里先认输了 一个武者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根本不可能再超越别人了 王死谷 天尊都会被困其中 你们说一个神变期的小辈把他破了 哼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惊 灰沙对天明子的说法嗤之以鼻 弟子 你将来会是圣族的领军人物 你的成就也不见得就比造化圣子差 莫要被一个人类的小辈弄乱阵脚啊 灰沙看着纳其大有深意的说道 纳其恭声道 灰沙先生说的是 万辈惭愧 这一年来 血乱大陆一战 以及后来地克时流明 连续两次挫败 确实让晚辈有些奇迹败坏了 其实当年血乱大陆一战 林明可并不比晚辈强 地克时流明 也并非是实力比拼 说明不了什么 晚辈会重新收拾信心 击杀林明 让我的武道之心重新圆满 嗯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难能可贵 我们继续前进吧 那个人类小辈 应该和我们不远了 他们暂时追丢了周大先生的踪迹 不过对于这一点 他们倒不担心 因为在这混沌牢狱中 有重重的空间相隔和时空风暴 追踪印记时段时序 失去联系 这太正常不过 四个人就这样 穿过了空间裂缝 而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大殿之中 在这方大殿里 古朴的黑石祭坛是如此醒目 一瞬间就吸引了四人的注意 密布大道道文的黑石祭坛 猙獰的一百丹八雕塑 以及充斥在大殿中 那可怕的魔性气息 嗯 这里是 弟子拿起眼睛一亮 他瞬间感觉到此地非同寻常 有意思 有意思 哈哈哈哈 挥沙摸着胡须 哈哈大笑 他刚才用感知探查了一番 发现这个黑石祭坛之下 很可能 没有宝贝 真是天助我也 如果老夫没有看错的话 这里是一处宝地 其中 没有神葬 老夫也几次来过葬神岭 没想到在这绝杀之地 没有重宝 这是一场大机缘 这次追杀那个人类小辈 都来对了 哈哈哈哈 宝藏 弟子那奇听了挥沙的话 心情激动起来 他这次和挥沙同行 挥沙还欠他们造化圣工的人情 于情于理 这宝藏都得分他一部分 而且传闻这葬神岭 与修罗路主人有关 那么宝藏恐怕也是修罗路主人的 修罗路主人的宝藏 其珍贵程度 可想而知啊 不过激动归激动 弟子那奇也没有丧失冷静 挥沙先生 此地魔性气息太过浓郁 而且这一百丹巴雕塑 也各个隐含沙迹 恐怕 这里是一处险地啊 虽然有宝藏 但入手也不那么容易啊 当然了 挥沙理所当然的说道 与其充满了自信 这里的神葬 有重重机关保护 岂是那么容易就能到手的 即便是我也得大费手脚 不过 也只是费手脚罢了 我最终还是能把它们取出来 毕竟这阵法 已经存在几十亿年 上半亿年了 如果说当年这阵法的威力是十 现在 就是一 灰沙并不是盲目自信 任何阵法经过百亿年时间都会被大大削弱 而他有半部天尊修为 再加上对古镇的理解 他有信心破开这里的阵法 你们替我护法 我先研究研究道文 灰沙这样说着 小心翼翼踏前一步 踏着一步 避开了绝杀道文 虽然他并不懂修罗天道 可凭借一些古镇的经验 偶尔作对一两次这情理之中 虽然灰沙没有踩到死地 但是因为之前周大先生的入侵 这白旗古墓中的绝杀大镇 原本就处于开启状态 灰沙的这一步 却成了个刀火索 让一百零八铁甲阴兵躁动起来 他们眼中的鸿芒越来越吃力 一百零八个雕塑 眼中闪烁的鸿芒 引起了灰沙的忌惮 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 可怕的魔性气息 这些雕塑 纳奇看着一百零八雕塑 微微醋眉 从这些雕塑身上 他同样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这股气息让他不安 灰沙先生 纳奇忍不住提醒道 无碍 灰沙摆了摆手 情况都在我掌控中 灰沙退后一步 转向着一百单八铁甲阴兵 全身刚原流转 气定神仙